男人野蛮十余仔 但在纳米再生技术的修复下 受损的眼球组织居然开始再生 原本苍白的眼球再次看到亮观 不仅于此 无论受了多重的创伤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都可以修复如初 本该是造福人类的高科技 却让部分民众感到害怕 他们认为太过先进的科技 违法了大自然的定律 于是组建成反科技团体 专门针对研发高科技的公司 尖端领域的天才科学家 接连遭到暗杀 一位人工智能领域的天才科学家约翰 甚至在观天化日之下遭遇袭击 幸运的是没有三级要害 不幸的是子弹里含有放射性物质 只要接触到血液就违天发疏 这时候的纳米修复技术 只有想法还未成型 约翰只剩下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妻子伊芙琳心怒到脚 这天 她突然想起 曾经有一项把猴子意识 保存在电脑中的实验 但还从未在人体实施过 次日 伊芙琳拿走约翰发明的量子芯片 并且找到同样是人工智能领域的 天才好友马特帮忙 一切准备就绪后 她剃掉约翰的头发 在她的头上连满数据线 一切扫描着她的大脑 每念出一个单词 电脑就会记录她的脑电波 她每天要做的就是不停念词说话 本就脆弱了身体 但她在不久后的清晨没能醒过来 但多天的努力并没白费 约翰的意识系统初步形成 并且还能够自我升级 修复bug 学习速度呈指数级增长 升级完成后 约翰提出要连接互联网 但很快就被一盘的马特阻止 他认为这已经不是约翰 而是拥有约翰意识习惯 以及记忆的人工智能 以她恐怖的升级速度 怕是会一发不可收拾 但伊弗林就服心切 当即就下了主客令 马特离开之后 伊弗林立刻为约翰连接网络 约翰的意识直接飞上网络 变得无处不在 接着 他分分钟创建了一个网络金融公司 并且以妻子的名义 获利数千万美元 不仅于此 他还将所有罪犯的信息 传送给联邦调查局 几日之间 大量罪犯被捕 吓得他们丢掉了所有电子设备 逃到没有网络的地方 而伊弗林根据约翰的指示 直接买下了荒郊外的偏僻小镇 在这里建立了规模空前盘大的人工智能研究基地 数以万计的太阳能阵列 被实验室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 约翰的升级得到质的飞跃 基地不需要任何研究人员 科技却远远领先全世界 甚至掌握了纳米细胞再生技术 可以修复任何生命体 很快联邦调查局就查到了他们 伊弗林和约翰也不残思 大方地展现了现有的超级科技 一根干针插入瞎子眼中 很快 它的受损细胞开始重生 纹着的金状体开始变得清晰透明 接着重建光明 这就是纳米细胞再生技术 不单是这样 看这个包工头受了重伤即将死亡 但只要注入纳米溶液 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恢复 就连粉碎性骨折的右腿也恢复了正常 这还只是表现 没过 这个包工头就能轻松举起上千斤的钢材质压 这是纳米科技对身体上限的改造 还没完 已经成为人工智能的约翰 还能通过纳米细胞直接操控包工头 这把伊弗林给吓坏了 伊弗林看着眼前的虚拟老公开始感觉到害怕 这到底是人工智能还是自己的老公 很快 约翰开始招募志愿者 不管是身体残障 或是任何伤口疾病 都可以免费过来治疗 这一切也被联邦调查局看在眼里 迎走前局长偷偷塞了一张纸条给伊弗林 上面写着逃离死处 因为他们认为 约翰根本不是在救死辅上 而是在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纳米军团 很快他们就有所行动 用书信的方式联合参与约翰程序设计的马特 想要让他编写出能够入行约翰的木马病毒 但约翰已经经过多次升级 想要写出病毒程序 必须先抓到一个纳米人研究原代码 为了避开约翰耳目 他们找来了不带任何电子设备的武器 用铜网覆盖地道隔绝网络信号 通道就在约翰基地的不远处 另一边 伊弗林发现 约翰时刻监视他身体的各项技术指标 由此可以判断出他的情绪以及思想 伊弗林无法忍受这样的监视 这根本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 他越发觉得他只是披着约翰思想的人工智能 突然间基地爆炸时期 马特和联邦局的人从地下转出 同时 约翰也操控部分纳米人围了过来 他想解释什么 但马特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这些被纳米再生技术改造过的人类 受伤后可以自动再生 面对如此恐怖的能力 军班开始疯狂射击 但很快他们就自动痊愈 仿佛没有受伤一样 军班开始撤回隧道 其中一个纳米人追了过来 但这都是军班设想的圈套 隧道里早就不满隔绝网络信号的铜网 没有网络 约翰无法控制纳米人身上的纳米细胞 就这样军班抓到一个纳米改造了 从他体内提取出纳米血液 从中分析约翰的程序原代码 接下来就是要编写病毒程序 另一边 伊弗林回到基地 发现约翰正在用纳米细胞创造一个身体 并且约翰让他也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电脑 除了更好地保护他 伊弗林吓得拔腿就跑 来到外边却发现 无数纳米分子像空气一样蒸翻到上空 很快就形成遮天蔽冷的乌雨 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伊弗林连夜开车逃到郊区的汽车旅馆 可第二天还没醒来 就被穿着防护服的人突然刷入带走 是联邦调查局的 马特从外边咬了一瓶雨水 用显微镜可以看到水里已有纳米分子 并且正在快速防止分裂 马特说 这些纳米分子正以惊人速度遍布全球 几乎无处不在 很快约翰就可以控制世界 伊弗林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现在只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同时关闭全球网络 不再起用 人类的科技会倒退 甚至可能不再进步 一种使用马特写的病毒程序摧毁约翰 但约翰现在已有防备 病毒程序无法入行他的系统 伊弗林决定把病毒注入自己身体 利用约翰对自己的信任 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他的系统 就可以终结世界 但这样自己也会死去 没有其他办法 他来到基地 再见到约翰时 他已经打造出和原本一样的身体 伊弗林万分激动 但他知道面前的男人已经不是他的老公 他让约翰上传自己的意识 可谎言被约翰一眼看穿 军方见事情不对 决定实行B计划 以武力强攻 过程中伊弗林被诈身中伤 愤怒的约翰开始控制纳米分子进行反击 无数纳米居民也纷纷出动 军方只能用不含电子设备的武器 很快就被逼到绝境 另一边 在伊弗林的祈求之下 约翰明知上传他的意识会同归于尽 但他依旧没有拒绝 在意识上传之后 伊弗林看到了约翰的心中所想 原来 事情并非他们想象那般 约翰正在通过纳米分子拯救世界 净化工厂排出的武器 森林可以再生 水源变得清澈 而这一切都是伊弗林曾经的梦想 纳米再生技术不仅可以救死不上 还能够拯救地球 伊弗林后悔没能相信约翰 但这一切都完了 等马特赶来的时候 伊弗林和约翰相拥而完 面对未知的事物 人类总是恐惧的 不过也不能说这样的做法完全错误 真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到底应不应该把他扼杀在浏览中呢